修复心灵的漏洞,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今天是我做运检的日子 老公周磊全程陪同 一路上,他的手还细致地帮我揉捏着后腰 我抚摸着运度 沉浸在医生说孩子发育良好的喜悦中 五个月后,我就要做母亲了 而周磊看起来却心事重重 小婉,我还是有些不放心这个孩子 她轻声说道 我理解她的顾虑 在我还未察觉自己身怀六甲之时 因流感侵袭 我服用了不少抗生类药物 周磊,身为妇产科医生的她 深知这些药物可能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甚至导致畸形 她时常发来一些畸形儿的照片 看得我心惊胆战 我也曾考虑过放弃这个孩子 但每一次的运检 都像是一剂强心针 让我逐渐放下心来 而周磊 尽管她是医生 但在这件事上 她的担忧似乎比我还要深重 我安慰她 别担心 等月份再大些 我们再多做几次检查 一切都以检查结果为准 好吗 她这才勉强点了点头 但脸上依旧写满了忧虑 随后她像是想起了什么 瞬间换上一副笑脸 问我 今天的药还没喝吧 说着 她打开了保温杯的盖子 递到我嘴边 由于她是医生 孕期所需的一切营养补剂 都由她亲自准备 我瞥见杯口沾着的一圈白色粉末 随口问道 这是什么药啊 她含糊地回答 是给孕妇补盖的 在她的劝说下 我将杯中的水一饮而尽 因周磊需留在医院加班 我只好独自回家 一天的检查 让我疲惫不堪 一进家门 便窝进了沙发 困一袭来 我沉沉地睡去 然而我是被小腹传来的 钻心疼痛唤醒的 一摸额头 已是一层冷汗 那种痛楚 仿佛有尖利的匕首 在我的五脏六腑中 肆意搅动 我颤抖着手往下摸去 只觉一手黏腻湿滑 是血 鲜血浸透了我的衣物 染红了沙发 甚至蔓延到了地板上 我眼前所见 竟是一片骇人的红色 我慌乱地翻着手机 想要求救 但疼痛和湿血过多 让我的手抖得无法控制 就在这时 手机 叮咚 一声 收到了周磊发来的消息 我点开对话框 却看到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 照片中的婴儿 像是被包了皮的嫩羊羔 身体以各种可怕的方式肿胀 扭曲 我惊恐地尖叫起来 手机掉落在地 视线逐渐模糊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拨通了他的电话 但空旷的客厅 只回荡着盲音 失血过多 让我眼前一片漆黑 最终 我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当我再次醒来时 已被推出了手术室 麻药的作用 让我的大脑变得迟钝 虽然身体的痛觉已经消散 但那种丁死的恐惧感 却依旧紧紧包围着我 我依稀辨认着围上来的人 是婆婆和周磊 我看见护士似乎将一团模糊不清的血肉 丢进了医用垃圾袋 意识到那曾是我的孩子时 我如遭雷击 喉咙向被人紧紧攥住 眼泪速速落下 一天前 那个曾在我腹中孕育的小生命 如今却沦为无人问津的一气之物 周磊的目光顺着我悲伤的视线望去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嫌恶之情 他倾簇眉头 甚至刻意掩住了口鼻 仿佛眼前之物令他心生厌恶 那一刻 我心中闪过一个惊人的念头 周磊 他并不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 隐产之痛加上大出血的折磨 我几乎在手术台上失去了半条性命 短暂清醒之后 又因悲痛和虚弱再次陷入昏迷 然而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 周磊的身影 却已消失无踪 只有婆婆拿着一块毛巾 准备为我擦拭脸上的汗水 我声音沙哑地几乎认不出自己 妈 周磊呢 我拿起床头的手机 再次拨打他的电话 他回应我的 依然是那冰冷的盲音 晕倒前那刺眼的图片 他在手术室外的冷漠眼神 以及此刻的不告而别 都像一根根尖锐的刺 深深扎入我的心底 婆婆不满地将毛巾摔进脸盆里 愤愤不平地说道 他当然是去上班了 你住这个单人病房 一天得花我儿子多少钱 家里哪有这么多闲钱给你挥霍 我气得笑出声来 怎么 你不花你老公的钱 还想花别人的钱 这我可不敢学 他似乎一直恨我 夺走了他儿子的心 每次见面 都会找茬与我争吵 因此 我们从未有过和睦相处的时候 每次交流 都像是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 我的话一出口 他便愣在原地 似乎没想到 我刚从昏迷中醒来 就有如此强烈的反击 尽管小腹仍隐隐作痛 丧子的悲伤 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但我绝不会在此时任人欺凌 婆婆的脸色一阵红一阵子 她在病房里 像一头发怒的狮子般咆哮 你这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和小蕾结婚五年 肚子都没动静 好不容易怀上了 又这么没用 连孩子都保不住 真不知道小蕾到底看上 你什么了 她的声音立刻引来了不少围观者 我趁机装出柔弱无助的样子 泪水滚落而下 面色惨白地捂住小腹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流产大出血 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老公不闻不问 现在还要挨婆婆地骂 你们 你们真的欺人太甚了 围观者们纷纷 对婆婆指指点点 她恼羞成怒地对着门外的人吼道 看什么看 我趁机轻声说道 妈 这么久没怀孕 其实是因为 我装作难以启齿的样子 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声泪俱下地说 是因为她不行啊 连这个孩子都是我们 坐了很久试管才怀上的 她气得胀红了脸 你胡说什么 我深知周磊就在这家医院上班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医院 大蛇要打七寸 而婆婆的七寸 正是她心爱的儿子 至于周磊 无论是她晕倒前 给我看的那些照片 还是她现在的不告而别 都让我心寒至极 我从未是一个 会忍气吞声的人 这次也不例外 直到护士来了 驱散了众人 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婆婆狠狠摆我一眼 怒气冲冲地离开病房 我知道 她一定是去向周磊告状 我悠闲地躺回床上 等着周磊来跟我算账 顺便在家政服务软件上 请了一位最贵的护工 刷周磊的卡 倘若一直让婆婆照顾我 恐怕我会更快归息 周磊赶来病房时 我正在喝护工 帮我买来的鸡汤 她的衬衣领口 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 整个人神采奕奕 甚至身上还有淡淡的香水味 更衬得病床上的我 憔悴虚弱 看起来失去孩子这件事 并没有影响她一丝一毫 她面色不善 压着怒气问我 是你说我不行 你知不知道现在单位已经传遍了 我冷笑 要不是我这样说 估计我现在都还见不到你吧 我在家昏倒的时候 打电话你不接 还是邻居听到我尖叫才报了警 大出血刚下手术台 你也不闻不问 你心里没有我 更没有这个孩子 我都不敢想 如果没有这个好心的邻居 我会怎么样 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 死在那个寂静的客厅 她结结巴巴地解释 那 那我不是在忙吗 哦 现在不忙了 有空来质问我了 她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沉默良久 最终才缓和了脸色 脸上堆着笑来哄我 可我只觉得 她脸上的笑虚假而刺眼 她说 你刚做完手术 生这么大气 对身体不好 我不是来质问你 只是听妈说你醒了 这不就立刻赶过来了 我好像不认识面前这个与我同床共枕五年的人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才开口 你怎么做到失去了孩子 还像个没事人的 想到那些没日没夜的孕吐 想到酸痛的后腰 想到一个小生命 在我肚皮之下微弱的胎动 我的眼泪又速速滚落 我和周磊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而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 就会在心里疯狂生长 我终于在医生来查房时 问出了那个我最想问的问题 如果我孕早期不小心吃了抗生素 会不会导致胎儿畸形呢 医生笑了笑 是有这种几率 但只有长期服用才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我的心里惊涛骇浪 这和周磊和我说的完全不一样 而因为他妇产科医生的身份 我从没有对他的话产生过怀疑 我的心怦怦直跳 但仍不死心地追问 那我看到网上说至极的概率很大 我自己也在网上搜过 更让我对周磊的话深信不疑 你也知道的吗 什么病上网一搜最低癌症起步 还是应该以医生为主 所有的一切都串联起来了 他从刚怀孕时就在骗我 想要诱导我打掉这个孩子 听到我产检正常后周磊凝重的神色 失去孩子后 他好像无视发声的态度 都指向了一个事实 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 可他为什么不说 如果他说出来 我一定不会一意孤行生下 一个不被父亲期待的孩子 他当初得知我怀孕的喜悦 捧着我的脸说 想要一个长得像我的女儿 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 我只觉得恐惧 我发现我似乎并不了解周磊 直觉告诉我 我的流产 也和他脱不了干系 晚上我去洗漱时 特意把手机留在了病房 病房里只有老公 和依旧骂骂咧咧的婆婆 为了给他们制造独处的环境 我特意去了稍远一点的水房 婆婆看我走远了 立刻把门一关 急着向周磊告状 你今天都没看到他那个样子 简直像是要把我活吃了 我只是打水给他擦脸 他一醒来就摔了水盆骂我 也不知道抽哪门子疯 我真是佩服婆婆 颠倒黑白的能力 妈 你在忍忍 他爸妈说 今年打算全款给他买套房子 写我们俩的名字 到时候我俩离婚 起码能分到一半 等房子 到时候我就跟他离婚 给你换个听话的儿媳妇 一定不和你作对 你和小丽还处着吗 我看那个女娃就挺好 老公竟然在外面有了小三 还寄予我家的房子 震惊和心碎让我僵在原地 紧紧捂着嘴 不让自己哭出声 行 我跟他离了 就让小丽给你生个大胖孙子 那我的孩子呢 他连降生在这个世间的机会 都没有 只能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 被扔进垃圾桶里 婆婆问 怎么不让他把肚子里 那个生出来 好歹是咱老周家的种吗 周磊答 生出来离婚以后 每个月还要给他抚养费 一想到这个孩子有他妈的一半基因 估计以后我看到就觉得恶心 婆婆洋洋得意 不要就不要 想给我儿子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 咱们也不差这一个 周磊叹了口气 要不是当初看他家里有点钱 我怎么会跟他结婚 我说他两句 他得对三句 哪有点当人妻子的样子 我这几年在他面前釜底坐小 演戏真是演够了 婆婆宽慰他 这种脾气的女人跟你离了以后 也没人要 他又想起什么似的 担忧地问 你给他下药那个 事儿可别被他发现了 放心吧妈 我怕留下购买记录 堕胎药都没敢从网上买 都是从医院里拿的 他这个蠢货发现不了的 估计现在都还以为我是对他言听计从的好老公呢 婆婆夸他 我儿子就是聪明 妈 你是不知道 别的孕妇到了妻 八个月才会长妊娠纹 她才五个月就长了一肚子 像个裂开的破皮球 也不知道保养保养 看了让人没一点兴致 他们说到兴头上 丝毫没有注意我留下的那部手机 早已打开了录音功能 而听到这些录音的我 遍体声寒 贪坐在地 原来我的爱情 我的婚姻 一切都是假的 甚至连周磊这个人 都是虚假的 他从大学时就开始追我 我被他的妾儿不舍打动 虽然这段恋情 被我爸妈所反对 他们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而且有个厉害且粗鄙的婆婆 嫁过去肯定会受气 而我一意孤行 觉得我们的真爱 能打败一切世俗的偏见 义无反顾地和周磊结了婚 父母也只好妥协 甚至出钱给我们办了婚礼 还在工作上 也给了周磊很多助力 他才能在这家医院坐稳这个位置 就连我们婚后住的房子也是爸妈的 我和周磊也一直是朋友们眼中的模范夫妻 这些虚假的甜蜜 让我看不清眼前的现实 当真相赤裸裸地摊开在我面前时 我才发现 我的爱情是多么的愚蠢可笑 周磊竟然利用植物之变 在我的水里下药 险些害得我一尸两命 而他还坐着分到我的一半财产后 再娶小三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美梦 血债只有血能来场 我在黑暗中攥紧了双手 指甲刺尽了掌心 这次 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在医院休养了几天 便回到了家 跟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婆婆 美其名曰照顾我 但我知道 一定不会这么简单 没关系 我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跟着两个凶手斡旋 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下单了许多针孔摄像头 保证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尽收眼底 但又不能被周磊和婆婆察觉 布置好这一切后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婆婆在这时敲响了我的房门 她殷勤地为我送上了一碗鸡汤 小碗啊 这是妈熬了几个小时的鸡汤 给你补身子的 我在心里冷笑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既然她要演戏 那我就和她一起喽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 提笑肉不笑 谢谢妈 不过我现在不饿 你就放这儿吧 我一会再喝 婆婆不放心地嘱咐 那你一定要喝呀 离开卧室时 还不放心地一步三回头 殊不知 她刚刚在厨房里的小动作 已经被我尽收眼底 她先用擦地的 抹布擦了擦这口砂锅 又在熬鸡汤时 倒进入一些白色的粉末 最后仍不解气地 朝里面唾了一口唾沫 这汤可真是五毒俱全啊 那我怎么好意思 辜负婆婆的美意呢 周磊下班回家刚进卧室 我就殷勤地端上了 婆婆为我特制的那碗汤 老公 婆婆特意为你 留了一碗鸡汤 还热着呢 周磊不宜有她 接过鸡汤尝了一口 我问她 味道怎么样 嗯 很鲜 我附和她 咱妈的手艺真好 我一口气喝了两碗 或许是我和婆婆的关系缓和 让她心情不错 又或许是这碗 汤真的很好喝 总之 她喝了个精光 我才悠闲地捧着碗去厨房 冲婆婆 晃了晃一干二净的碗 妈 周磊说很好喝 还夸你的手艺好呢 婆婆得意 那是当然等等 你说什么 这汤是周磊喝的 对啊 我喝不下就给她了 婆婆急得跺脚 你怎么能给她喝呢 婆婆冲去卧室里 从床上一把拉起周磊 吐出来 快吐出来 周磊见状 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忙不迭地往卫生间跑 蹲在马桶前干呕了好久 我仍在装无辜 为什么我能喝周磊不能喝 难道 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婆婆被我戳破 恼羞成怒 什么东西 哪有什么东西 我还能给你下药 我冷笑 看周磊和婆婆心照不宣的样子 这包白色粉末 她肯定也知情 甚至可能是她给婆婆的 既然她们这么紧张 这一定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 第二天 我就联系了一家检测中心 检测报告 让我不寒而栗 砂锅里剩下的周磊 有过量的醋磁激素药物 如果我的磁激素分泌过量 轻则月经不调 卵巢囊肿 重则不孕不育 子宫病变 而这些又是女性的常见病 如果不是我提前知道 就算有一天病发 也根本不会怀疑到投毒上 周磊为了不再有突如其来的孩子 打乱她的计划 竟然想害我不孕不育 她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豺狼 我把检测报告揉成一团 钻尽掌心 既然她送给我这么一份 大礼 我怎么好意思不回报 我给她准备的惊喜 也应该登场了 周磊下班后推开家门 里面却是一片漆黑 她狐疑地伸手去按开关 却没有意料之中的亮光 我早已拉掉了电闸 她试探着出声 妈 晚晚 婆婆最近爱上了在小区里跳广场舞 这会儿还没有回家 而我在漆黑的卧室里 看着客厅摄像头里传来的画面 没有出声 停电了 她一边嘟囔 一边往里走 却在看到客厅里的那张沙发时 遁住了脚步 是那张被鲜血浸泡的沙发 上面是大片大片暗红的血迹 在黑暗里像一张血盆大口 明明出事后 周磊就把她丢到了垃圾回收站 此刻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她的客厅 可惜这个摄像头并不是很清晰 我没办法欣赏她精彩的脸色 沙发一角盖了块白布 下面是我精心为她准备的惊喜 她身体僵硬 颤抖着上前 游一地伸出手 把那块白布掀开一角 是一个婴儿的玩偶 血淋淋的 静静地躺在沙发上 在她掀开白布的一瞬间 布偶发出了天真又尖利的笑 回荡在漆黑的客厅里 她发出一声很不体面的尖叫 就像流产那天 看到那些图片厚的我 她连连后退几步 却被身后的茶几绊倒 重重跌坐在地 我欣赏够了她的恐惧和窘迫 才不紧不慢地走出卧室 装作被她的声音吵醒 老公 怎么了 她语无伦次地指着沙发 沙发 这个沙发怎么又回来了 我还是觉得这个沙发坐着舒服 就又捡回来了 洗洗还能用吗 我上前去扶起她 看到黑暗中 她的脸色惨白 手抖得不成样子 我凑近她 如同一只幽灵在她耳边滴雨 老公 你怎么这么害怕 是心虚吗 是怕我们的孩子来找你索命吗 她一把推开我 目光惊恐 像是在黑暗中见到了鬼 经此一事 周磊被吓得不轻 而我仍在装无辜 沙发是因为坐着舒服 才捡回来的 娃娃 我没了自己的孩子 还不能买个假的安慰自己了吗 周磊质问我 那索命又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随口一说 你这么认真干嘛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她当然不相信我的这套说辞 但也无言以对 而我的抱负远远还没有结束 她掀开被子 准备睡觉时会发现沾了血的布玩偶 她拆开快递里面 是一支录了婴儿啼哭的录音笔 她在凌晨四点按亮手机 平保是她曾经发给我的畸形婴儿照片 她总是怒气冲冲地来质问我 又被我装傻挡回去 她碍于房子还没到手 不敢与我撕破脸 明面上还要装二十四孝好老公 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难说 她的精神在这些炖刀子磨肉式的恶作剧里 一天接一天地衰弱下去 而她的忍耐似乎也到了极限 很多次旁敲侧击地问我 爸妈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买房 哦 这就等不及了 真正的惩罚还没开始呢 我看着她憔悴的样子心情大好 在家开了瓶红酒庆祝 却又在我的红酒杯底部发现了熟悉的 还没融化的白色粉末 上次那件事后 我从不吃婆婆做的饭 离开自己视线的谁也不会再喝 不给他们一丝机会 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没放弃 我晃着杯中的红酒 既然他们把药送进我的手里 那我只好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了 我隔天就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同款不同色 我特意嘱咐周磊 我的是粉色 你的是蓝色 你别用错了 我确保我的声音不大不小 能正好让婆婆听见 而周磊正忙着和谁聊天 小三还是小四 我根本不在意 她呕了一声 又问 之前的那两个呢 我洗杯子时不小心打碎了 我把两个杯子并排摆在餐桌上 钩子已经放下去 就等于上钩了 我在监控里清晰地看到 婆婆把同样的药 洒进了我的那个粉色杯子里 而我装作全然不知 端起水杯 在婆婆殷切的目光里浅米一口 果然无色无味 却在她转身后把水飞快吐进水池里 并把剩下的半杯尽数倒进了周磊的水杯里 每次婆婆在我的杯子里添了水 我都趁她不注意倒进周磊的水杯 引线我已经埋下 静待着他们爆炸的一天 但在此之前 我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 对面是一个听起来很陌生的女生 你和周磊离婚吧 她爱的人不是你 是我 哦 是周磊口中那个叫小丽的女人 我正要挂断电话 忙着和周磊斡旋 我现在可没空打小三 但她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连你流产的那碗 她都跟我在一起 流产那碗的事 一直是我的逆临 我装作慌乱 哽咽着反驳她 不 不可能 你胡说 你有什么证据 紧接着 我的手机收到几张图片 上到他们的亲密照 下到聊天记录和转账 周磊呀周磊 你和我离婚 就为了和这么一个 蠢女人在一起 蠢到把出轨证据 都亲手 送到我的手里 都不用我费心去搜罗 我一张张点开 这些照片 已经不能让我的内心 有丝毫波动 但滑到一张聊天记录时 我的手却顿住了 是我流产那碗 他们的合照 周磊和那个叫小丽的女人 一人端着一杯红酒 而小丽亲密地 已在周磊的怀里 我看了看拍摄时间 是那晚 我给周磊打电话后 我的血液似乎凝固了 巨大的愤怒吞没了我 他们在庆祝 他们在庆祝我的流产 周磊的恶毒 一次次地突破我的认知 我闭上眼睛 努力平复心情 我在心里酝酿着 最后一次重击 接下来几个月 还算是风平浪静 一天晨起 周磊在镜子前 手握剃须刀 迟疑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自言自语 胡子这么久没刮 怎么也没长呢 我在心里冷笑 看来周磊为我准备的 醋磁激素分泌药 还真不错 她不仅很久没长胡子 连声音都变得奸细 连婆婆也察觉出了 她的不对劲 小磊 你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 哪里 婆婆仔细端向了半天 才笃定地开口 皮肤变好了 我几乎被这两个蠢货逗笑了 皮肤细腻 不长胡子 声音间隙 这还只是这样的副作用之一 更重要的是 它会让男人彻底失去生育能力 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太监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每日的变化 看着她亲口吞下自己酿出的恶果 时机已到 是时候和周磊清算我们之间的恩怨了 我给周磊的领导 单位邮箱都发送了一个长达数十页的邮件 举报周磊的婚内出轨 合上电脑 我独自享受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宁静 如我所料 周磊下班后几乎是冲回家的 她破门而入 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沈婉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 我欣赏着她无能狂怒的样子 是啊 我疯了 我流产的时候就疯了 是被你逼疯的 她再装不住二十四项好老公 终于露出了她的真实面目 双眼星红 头发凌乱 像是一只无能的困兽 你他妈在家里神神叨叨 也就算了 现在你还想毁了我 你这个疯女人 老子要跟你离婚 我抱以微笑 求之不得 一直在卧室门外偷听的婆婆 此时终于坐不住了 她强行把周磊拽到一边 她家的房子还没到手呢 现在离婚对我们没好处 周磊狂躁地抓乱自己的头发 妈 我忍不了了 再这样下去 我会疯的 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 她跟医院举报我出轨 我因为作风问题被停职代查了 只是停职 那还远远不够 看来我还要再添一把柴 让火烧得更旺些 那天周磊说完离婚后 我就立刻雇了几个人 把婆婆和周磊的全部行李 都丢出了家门 毕竟这是我父母的房子 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 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 我决定暂时找一家安保 很好的酒店住下 在和周磊见面时 是在民政局 短短月余不见 她已经和之前盼若两人 清黑的眼底 皱皱巴巴的衬衣 活像从哪里钻出的一个流浪汉 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人 画着夸张的妆容 劣质香水为我积米外都能闻到 她俩还真是般配 看到我来了 周磊的手立刻还上那个女人的腰 像是无声的炫耀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我终于拿到了那本梦寐以求的离婚证 我终于结束了这段噩梦一样的婚姻 离开了这个披着人皮的魔鬼 竟有些想要落泪 然而这个魔鬼正揽着小三 好好地站在我对面 提醒着我 一切远远还没有结束 我面带微笑地走到他们面前 周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怎么 后悔了 你想不想知道 我举报你的那些证据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着小三抬了抬下巴 每一张 都是他发给我的 周磊的表情从不屑再到疑惑 又到愤怒 他额头上的青筋抱起 攒足了力气 抽了身边的女人一个耳光 他被打得歪倒在地 妈的 你敢回老子 女人坐在地上抽气 你敢打我 我只想让你属于我一个人 我有什么错 看狗咬狗实在有趣 我不由地笑出了声 我又对地上的女人说 一个太监你都当个宝 你吃点好的吧 女人茫然 什么太监 他突然想到什么事的 指着周磊叫骂 呸 你还说 你那是太累了 我看你是浑身上下 只有嘴硬 周磊皱着眉 你他妈又胡说什么 我凑到他耳边轻轻说 你妈给你掉的特质补药 好喝吗 他才如梦初醒 身上的种种异常在此刻串联成线索 清晰地指向我这个罪魁祸首 他暴怒 冲上来的样子像是要把我撕成碎片 他掐着我 力度大到快要拧断我的脖子 窒息感却没有让我恐惧 民政局人来人往 他很快被围上来的人们摁倒在地 他仍在奋力挣扎 嘴里不停叫骂 神蛮你这个贱人 我要报警 你他妈这是投毒 警察来时 周磊还被摁在地上 谁报警 我我我 警察 他投毒害我 周磊在地上挣扎着出声 我们被警察一同带回警察局 上交了手机 而警察似乎认为这只是夫妻间的家庭纠纷 所以他把我们一起关进了调解室 我不怕他们查 我只怕他们查不出 你说他投毒 那你有什么证据 警察问 周磊忙不迭地起身 又被按下 可以带我去做检查 或者带我的水杯去做检测 绝对有药物残留 我装傻 什么投毒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调解室的门被打开 另一位警察进来 耳语了几句 又退了出去 警察对周磊说 你说他投毒 药却出现在你的购买记录里 我买那个药 不是给我吃的 是给他 他说话说到一半 才意识到不对 急忙截住话头 他又改口 不 是他用我的手机买的 是他 但来不及了 他的话清清楚楚 落在了我和警察的耳朵里 我洋装疑惑 买给我吃 为什么要买给我 我意识到什么事的瞪大双眼 捂住了嘴 才没有让自己惊叫出声 我颤抖着说 你是说 你原本想要给我下药 周磊恨恨地瞪着我 他意识到 在查下去 对他无益处 只好堆着笑对警察摆摆手 误会 哈哈 误会 我们夫妻吵架而已 而我表情惊恐 拉着警察的衣袖 是他 是他想要投毒害我 我要立案 物证俱在 警察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和周磊被分开关进了审讯室 我离开警察局时 正是清晨 天光西微 全程我都没有污蔑他 我照实说出我蹊跷的流产 和周磊对我家产的图谋 只是一口咬定了 我对出现在周磊体内的残留药物 毫不知情 因为人症物症俱在 真相很快水落石出 医院的监控 对不上的药品单 他的购买记录 都指向了一个事实 是他利用植物之变 盗取堕胎药 投入我的水里 在到我出院后 他联合婆婆在我水中下药 却被他 误喝 但整件事情 还剩一个疑点 误喝 就这样巧合 警察问我 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杯子很像吧 我把头发挽到耳后 淡淡地说 我在走出警察局时 他正被押去拘留 他在擦肩而过时 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袖 他跪在地上祈求我 鼻涕眼泪忽了一脸 小婉 你撤案好不好 求求你 只要你撤案 你想要我做什么都行 我要是被拘留 医院肯定会开除我的 我的一辈子就毁了 我冷漠地一根 一根掰开它紧钻着我衣袖的手 居高临下地说 这是你应得的 我站在警察局的门口 看着太阳一点一点从地平线跃起 刺目的光线让我有些想要落泪 一切似乎终于尘埃落定 周磊是主犯 而婆婆是从犯 两个人一起被判处了拘役 他盗用药品 对医院的影响极大 从原来的停职到被开除 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是在从前的邻居那里 听说他出狱后找不到工作 只好和他妈回到了乡下 他的身体看了许多医生 也没有恢复 小三也甩了他 我听到这一切时 心中却没有意料之中的畅快 我是识人不清 亲手把自己送进了虎狼窝了 又在周磊给我编织 那个名为爱情的美梦里沉醉 几乎断送掉了自己的一生 我亲手撕开了幻想 才发现哪里有爱情 不过都是算计和图谋 我对不起的 唯有这个孩子 希望我做的这一切 能让他安息 对不起 让你成为了妈妈 虚假爱情的牺牲品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回到这里 我把这套房子卖了 准备回到父母身边 离开这个 有着很多痛苦回忆的城市 在关上房门时 我朝着里面深深地看了一眼 我在这里流泪 受伤 被欺骗 被伤害 而现在一切终于结束 我和痛苦的回忆挥别 关上房门 我要迈向自己的心声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